六思维 今年出席人数更高达4000多人 舞台甚至直接设计成擂台造型 因为在这里每个人只有三分钟的机会 台湾当然没缺席 只是相较国家队打团体阵 31岁的王翔宇却宁可单打独斗 自己报名到新加坡找机会 因为我们常在跨境 原来关键就藏在细节里 在台湾新创团队申请政府补助 不仅程序繁复经常沦为作文大赛 还有金流和相关的法令限制 更常常让新创公司一个头两个大 其实最明显的案例是金流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台湾在操作这种 所谓的C2C的金流的交易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非常小心 而且相照新加坡的开放 台湾却始终还停留在圈地招商的旧思维 尤其五大创新研发计划 首颇亚洲矽谷发展基地就选在桃园 这占顶21公顷的空地上 论时间论速度恐怕已经输在起跑点 感谢阅咧